学会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少背很多单词 那就是背单词我们要记原音 听辅音 下面用一个口诀教会你 记原音 掌握长短若变音 轻轻松松记住它 听辅音 辅音跟拼音很像 一听就能写出来 比如说单词 house h和s的发音很快能写 那只需要记住原音字母的发音就可以了 原音字母在单词中可以发 长音 短音 弱音 有时候会发生变化 就叫做变音 所以单词中的原音字母 我们光靠听不够 需要用方法 记才可以给大家写出来 而辅音字母就老实很多 听到什么 直接写出来 尤其是中国孩子 对拼音很类似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tiger t g r 根本不会写错 我们只需要记住 原音字母i 在这发了本声音 i 原音字母e 在这发了一个弱读音 e 所以 一整个单词 t i g r tiger 这样直接能写出来啦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石器老师一颗 小星星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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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